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姨 官方今天就在Pokemon Direct 出了一套全新的宣傳影片 大家有沒有看呢 今次的宣傳影片已經訂了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真的令我們知道 不過月三更盡快拍 還未知道 還有我們的經典都出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經典 我們今次拍完 是普通通的幾張圖給大家看 不過因為製作 雖然很長時間 所以簡單單單的製作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經典 就是不錯的 不過呢 他在這場戰鬥裡面說 例如我們呢 玩家 選了敲音後 他就會選眼淚色 如果玩家選艷陶儀 就會選敲音後 即是你是黑他 他是被你黑的 他一定選一種被你黑屬成的寶可夢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是很好的機制 來的 即是伸手上路 那麼簡單一點 還有啦 今次除了 玩家 我們的對手認定了 還有我們的博士也認定了 在左邊 大家看不看到 一個 啡色頭髮 和一個 差不多白頭髮 我覺得呢 就是白頭髮的博士 那個就是博士 而啡色頭髮那個呢 就是博士的女 他們應該博士的女 已經是伸手上路 跟著 跟著可能遲些 我們有機會可以挑戰她的 除了這種 博士經歷之外 還出了一點點的新精靈 給我們透露了 右邊烏龜 中間就是羊 左邊就是花 這三種應該是 左邊草 電銅 水 或是龍 我覺得右邊的 比較準神 那好啦 還有這隻 大家 在玩家的時候 就有這隻 我覺得這隻是家門料 大家知不知為什麼 這隻呢 頭髮很凶惡 應該是不易足的 保可夢 玩家就是初步的時候 輕鬆得手 那就是覺得 這隻就是我們家門料的 最終盡發現 對了 大家都 我覺得就是她是電 和惡屬性 我覺得這個是很合乎 她的屬性 這次沒有飛行屬性 因為她的身體黑色 而她就可以使出電屬性的招式 所以我就認定了這兩個屬性 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洞 除了這個洞之外 大家有沒有看到 看到右邊的兩個玩家的衣服 是不同的 所以這次呢 跟Pokemon Let's Go一樣 就是可以換下你自己 身上的衣服 不同顏色 不一定固定的服裝 還有 大家留意那洞 它是不是有一些紅色光 你只要那些玩家 跳下去 就會遇到這些巨大的保可夢 這次竟然不是武裝進化 究竟是什麼呢 但是跟著跟大家說 這隻是否變大了精靈 那你如何捕捉呢 很簡單 其實這種 就是歷代Mega進化 以色純精的 現在第八代的 不知道什麼進化 什麼特別的招式 是玩家自己都可以做到的 就靠這隻錶 就靠這隻錶 首先你將 例如這隻雷超 把雷超放出來 然後將它收回去 然後靠這隻錶 將精靈球變大 然後拋出去 雷超就變大 然後可以跟玩家作戰 只要他打敗了對方的暴力龍 那就可以捕捉了 我覺得呢 這次的機制是不錯 非常好的 而大家呢 可以透過這些動 去捕歷代的神獸 例如阿斯拉 阿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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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 那些都可以在這些動作 那好了 這種呢 都是適用於導管的 大家看到嗎 這種 進化系統呢 就可以適用於導管 難怪導管是要捕捉的 那麼大 那好了 除了之後 這次還要介紹劍盾的神獸 這個就是劍的神獸 是不是衰氣呢 盾的神獸 很多技術器 都很爭氣 這個就是他們呢 不知道什麼形態的版本 剛才呢 你見到 是很通通 在那邊震盛 那把劍是金色的 不過 強力了 好像增強了能量之後 劍那把劍是藍色的 不知道呢 這次的 會不會玩什麼 做一些特別的形態 好像索爾加雷歐 做阿拉的時候 有滿月形態 不知道 那這個可能 官方下次輸了 片 會講一講的 好了 熱劍盾的神獸 大家喜歡哪一隻呢 跟留言 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 在右下角按讚和訂閱 分享給喜歡看劍盾 最新資訊的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 求訂閱 那好了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也要你